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独立 那是由于国民具有独立之心 如果人人都想做官 举国上下都十足的官器 那么这个国家无论如何都不能强盛 日本的明治维新和大清国的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差不多同时开始的 福泽玉吉认定了 人人想做官的思想是孔子辱学教育的遗憾 所谓的清云之治 乃是祖先留下来的官场迷信 他希望把日本人从这种迷信之中唤醒 懂得文明独立的本意 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强盛之道 首先在于强民 而强民的标志是国民具有独立之心 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开始 所谓的五四以后 掀起了一股对传统的八股文的批判 当时很多人认为八股文和抽鸦片 缠小脚一样是毒害中华民族的三个毒瘤 就连毛泽东也写过反对党八股的名文 但是很有趣的是 中共虽然现在统治了中国几十年 但是现在的八股文 尤其是在党政机关 尤其是在对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文件之中 八股文是随处可见 所谓的官样文章几十年如一日 就像每天晚上七点钟的新闻联播一般 那些台上的领导或者电视机里面那些主持人嘴巴一张 我们每个中国人都知道 他们要先吹一段八股文 007做过一些有趣的试验 把这些党八股的文章 官样的文章 只是简单的修改一两个字 一两个名字 就会让人捧腹大笑 好了 来听听007是怎么修改的 小鬼聂数兵在被冤死了二十年之后 终于获得了平反昭雪 他满怀深情的写了一封感谢信 当然他是作为一个鬼 按我们中国御用作家的说法是 做鬼也幸福嘛 所以说他幸福的在地狱中写了一封信 给阎罗王 他是这么写的 作为一个小鬼啊 首先要感谢伟大光荣正确的申罗殿 在以阎王爷为核心的指引下 给我平反证明 阎王爷就像一面黑夜中的旗帜 引领着我们前进的步伐 申罗殿一帮人全心全意的为地狱小鬼服务 权为鬼所用 情为妖所戏 力为怪所谋 没有申罗殿 哪有十方地狱 没有阎罗王的领导 地狱哪能这么快 五平历史的创伤 迅速的灼起 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小鬼发展史上的伟大黑夜 成为举预注目的忠心大义和构建和谐地狱的晴天阎王爷 所以是小鬼就要懂得感恩 地狱申罗殿是伟大的班子 正确的班子 全体小鬼在阎王爷的领导下 过着暗恶天日的生活 我们要在阎王的指引下继续前进 没有阎罗王的领导 就没有黑暗地狱 作为小鬼 我永远都感恩地狱申罗殿 我们要以赤鬼之心 紧跟着以阎王爷为核心的申罗殿走 特此感谢 小鬼 烈树兵 再给大家读一段 007改的一段挡八股 每当阎王爷的生日即将来到的时候 我的母亲常常提醒我们兄妹 吃水不忘挖井人 是阎王爷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是新地府给了我们幸福的生活 感谢母亲 更要感谢我们伟大的阎王爷 鬼活一世啊 要懂得感恩 知恩图报 我们是沐浴者阎王爷 恩者的人啊 更是地域开放辉煌历程的见证者 参与者和受益者 赶上好年头的我们 更应该深深地懂得 只要我们捧着一颗感恩的心 去生活和学习 那么我们就会遇事喝打 也就不会怕艰难险阻 翻开地域的近代诗 几多沧桑 几多磨烂 几多屈辱 几多抗争 1840年 1840年 十八层地域小鬼 用尖船力炮 撞开了古老地域沉重的大门 从此在这片黑暗的地府中 神罗殿 任人掠夺 判官 任人摧残 小鬼 任人宰割 面对破碎的地域 地将不地的现实 多少爱地域的小鬼们 前谱后继 寻找负地强域之路啊 漫漫长夜 人们盼望着 等待着 楚江王曾经指出 地域不能故意的 随心所欲的制造 地域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 都是完全不以单个妖怪 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鬼怪 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 地域阎罗班子的诞生 及其领导的地域运动 正是适应了 近代地域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 1921年的7月 阎罗一大在地府召开 宣告了阎罗班子的成立 从此以后 在解救地域小鬼的事业中 一支最为重要的队伍出发了 他们运用楚江王的基本原理 来指导地域的革命事业 他引领着时代的潮流 经过抗击吊死鬼的战争 抗击冤鬼的战争 解放小鬼的战争 地域改革 抗鬼圆怪的和改遇开放等 一系列重大的战争和举措 团结了广大的小鬼 用小鬼加步枪 建立起强大的中华小鬼地府 并在这个过程中 积极的发展了如 秦广王思想 宋帝王理论 三个小鬼和科学的地域观 指导地域小鬼的精神世界 积极的迈向世界的地域最全员 地域的森罗殿 在风雨和坎坷中 毅然的走过了95个春秋 在这95年的幽幽岁月里 地域经历了太多与妖怪的斗争 是他 是阎王爷教会了小鬼们 如何运用鬼后游击的方法 痛击了妖怪的侵略 使他同平等王激烈的斗争 从而引领了痊愈的小鬼们 获得了解放 使他通过多次地域的革命 让小鬼们不再当牛坐马 获得了重生 使他团结起全域的小鬼们 改域开放 加强了我域的经济建设 可以说没有阎罗王 就没有如今的高速发展的地域 地域就无法在世界上获得如此的成就 十三亿小鬼们就无法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纵观中华地域成立95年以来的辉煌业绩 铁一般的事实证明 地域阎罗殿是我帝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 当之无愧的领导核心 只有阎罗王才能担当起发展地域 振兴地府的历史中任 中华地域领导的阎罗王班子 取得的不断的巩固和发展 不仅是地域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也是广大地府小鬼们 共同的愿望和要求 成立至今 我阎罗殿革命为鬼 执政为怪 引导小鬼将革命事业 地府改革事业向前发展 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知恩于心 阎罗王的恩情滋润百年寸 吃水不忘挖井人 我们每一个受到阎罗王的甘霖滋润 政策恩惠的地域儿女们 无不从内心发出呼喊 阎罗王啊 你是我们的母亲 是你让地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小鬼世世代代 铭记你 比山高 是海生的恩情 知恩土豹 善莫大言 意思就是 懂得知恩和报恩 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事情了 时代变迁 社会进步 但地域古往今来 知恩保恩始终是世人崇尚的美德 福泽说过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在于解开了人们精神上的枷锁 使人的心灵和思想得到了解放 注重精神的独立自由 使所有伟大思想家和政治家为之奋斗的目标 只有中国的辱学 永远让你匍匐在孔子的脚下 不得站立起来 日本的明知为新三杰 福泽玉吉呢 一辈子其实没有做过官 他就是一个开私俗的 甚至可以这么说 他不像西乡龙盛 大九保利通等日本政治家 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人 日本的明知为新 和大清朝的改革 几乎是同时举行的 一百三十多年过去了 我们依然在河里面 拨石头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自由发声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